刚映的外表 阳光般的气质 他是玄冰 高聚Top男星多年 对他 韩国人是这么评论的 神给全了的男人 他三月底迎娶女星孙艺珍 两人资产合计二十几亿台币 成为韩国最富新夫妻 这对男神与女神的恋爱 令许多人心花怒放 迫降CP在2021年元旦正式官宣 但他俩官宣的不只是爱情 更是无数粉丝心中的梦想 玄冰过去曾和黄志贤 宋慧桥 江苏拉交往 为何最终情定孙艺珍 今日就来好好探究一番 1982年 玄冰出生于高知识家庭 爸妈从事教育工作 亲戚都是法官 检察官 家世显赫 面对宝贝儿子说要当演员 玄冰受到父母强烈反对 甚至有传闻说 玄冰爸曾想毁掉儿子上的戏剧班 后来玄冰爸决定退一步 只要他考上韩国知名的中央大学戏剧系 就让他当演员 最终玄冰付出努力考上 遵守与爸爸的约定 如今已是成功的演员 他2003年以电视剧保镖出道 两年后就在我叫金三顺当上男一 该剧大结局在韩国创下高达50.5%的收视率 成为当年年度收视冠军 玄冰也彻底获了一把 而让他跃居Top级地位的 则是2010年与何志愿主演的秘密花园 该剧最高收视率达到31.4% 并获得百想一数大赏电视剧部门最高大赏 让玄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大赏得主 那你去看那你去看 孩子们为什么要这样 自己人家里有些不不不不不不不 最好女人家里有些不不不不不不不 那你去看一眼 好,听吧 你来吧 你来吧 就在这时 不像一些男性撑到最高年龄限制 他及刘永退 决定去当兵 加入海军陆战队 沉淀自己 但当兵所在 在21个月的军旅生活中 玄冰维持他一贯的优秀 退伍当天还获得模范士兵表彰 2019年他搭档孙艺珍主演《爱的破将》 打败鬼怪刷新TBN最高收视记录 人气再度席卷全亚洲 这三部玄冰人生作品让他与孔刘、江洞元、苏智谢 并称韩国四大公共财 然而继苏智谢宣布结婚后 玄冰在2021年也跟着死会 对象正是和他合作爱的迫将的孙艺珍 玄冰是孙艺珍出道这么多年来 唯一一位公开承认的男友 这出恋头衔给的名正言顺 玄冰过去的情识也很单纯 他和黄志贤2005年交往 2007年被媒体拍到才曝光 之后两人因恋情受到瞩目 压力过大 公开不到一个月就分手 2009年和宋慧乔因他们的世界结缘 交往两年后 因都在事业冲刺棋 据少离多尔告终 单身五年多 他2016年与江苏拉认爱 隔年就因事业忙碌决定分手 有趣的是 刚刚说的这三位都在和玄冰分手后嫁人 他因此被戏称是倒数第二个男朋友 直到四年后才终于晋升最后的男朋友 他和孙艺珍在爱的迫降开播时 戏里戏外 撒糖撒慢 但身为专业人士 其实都不愿边拍戏边恋爱 等到聚下党后 才发现彼此不只是朋友 回顾过去玄冰对理想型的要求 明智 说话得体 不一定要做家庭主妇 能勇敢享受自己人生 再看看他在爱剧宣传期 上节目大赞孙艺珍是个很敢说 却又不会乱说的人 把这些四手五入摆在一起 咱们艺珍欧逆完全符合他的理想型呢 关于婚姻 玄冰曾说爱情是连续不断的马拉松 在跑的时候会历经许多事情 最后会结出婚姻这个果实 而婚姻又是另场马拉松的开始 若结婚的话 身为丈夫要重视对方感受 要有责任心并让对方信任 感到骄傲 婚姻与爱情必须同时存在 希望和妻子永远一起幸福下去 这一番言论已能遇见 他们定会长长久久 幸福美满 总的来说 现在的人享受单身 对于婚姻的责任感到恐惧 对于对方是不是真的命定之人更加恐惧 所以玄冰这段爱情最打动人的 正是他从年轻开始历经迁返 总与爱情擦肩而过 徐蜜多年后 他在事业与性格最成熟的时候 下了最重要与最勇敢的决定 这一段爱情感到恐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